你小時候就出道了 你不會讓你的兒子和你一樣做不定嗎? 其實如果作為一個父母 我有一面是應該這樣說 他這次十月有一套叫停泊小奇王 他有份一起陪伴 這個其實不是代表我想帶他入行 只不過因為他就是放假 他很喜歡這套空間 我就試試去玩 甚至我把他人工都捐了去幫助其他小朋友 我想他學習 其實你很聰明、很辛苦配音、配音這麼久 其實你最後是幫了別人的 當然做這一行我會好知道這一行的甜酸苦難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了解到 其實他被演員或者歌手這個職業 裡面神聖的地方吸引到 他肯花很多血汗去練習 我就會無條件去支持他 就是幫他找最好的老師 做一個父親應該做的事 如果我發覺他其實不太明白這個職業在做什麼 他只是想做明星 我想我就會勸對算罷了 因為是很不切實際的 那你剛才說他聖演Taker是幾好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趣事 有 他比較 他每次入房的時候 比較關注是幾次方範 那這件事是另一個 很搞笑的 就是我在外面一邊聽 其實就是他配的時候 我更緊張自己配 就是我寧願自己配 都有父親那種緊張 那我有明白 我以前就是 很多家長看自己小朋友表演的時候 會很緊張 那還有很搞笑就是 因為呢 另一班即是袁美小姐配音的 妹姐呢 都是我小時候的朋友 就是正確 好像我小時候 他又幫我配 現在又幫我兒子配 那這個畫面 我覺得很感動 妹姐很開心 那接著就是妹姐的聲音很紅 那她說一句 我兒子說一句 那有時候她說 我飛啦我飛啦 那接著我兒子突然說 妹姐你這麼大聲的 那我就說 你全部人都靜著 是你這麼說的 但是很開心 就是小朋友的反應 永遠都是你猜不到的 是 那但是一看回 就是她的聲音 就是Synchronous 在畫面上的時候 他就很 很可愛 就是她自己看回 整個都覺得 是啊 還有她也很厲害 就是她有interview的時候 就是casting 隔了兩個禮拜 她都還記得那些台詞 那我覺得好像小朋友 就是 就是很特別訓練她 就是有她進去的 其實她知道她認真 很快的 嗯 不過只不過她認真 是時間比較短 而且小朋友 那就是一個是 就是配音的工作 是不容易的 就是很喜歡看電視 但是要你看了電視 四個小時 那你都很辛苦 那所以我都很appreciate 就是這次她 她都花了很多的努力 去配音 她有沒有說要 一起入戲 去看電視 我想會的 就是我們都會帶她去看 就是她不會討厭電視 因為她這樣 那沒有 因為她沒有看完 就是她就是配自己的 那些 甚至乎我想她也沒有看過 那個螢光幕 對美姐說了一句 她就跟著說一句 不過她有時候 間歇性都會加上自己演繹 就是明明那個嘴子 就是那句子 只有七個字 她會說了十幾個字出來 就是爆肚了 會爆肚了 也挺有趣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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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